大家好,本人是庄谨振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呢,我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脊椎医生治病治痛的神奇功效 朋友们,第一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人体在婴胎里面,在妈妈的怀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气阻就是脊椎 从脊椎呢,它就开始慢慢转变成小脑,头脑,内脏小脏手脚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气管就是脊椎 脊椎专科在美国的历史有超过一百多年了 其实这个说起来就特别神奇了 1895年,Dr. D.D. Palmer Palmer 医生 他在美国一个小小的农村,在阿尔瓦,开始行医 所以他呢,这个医生呢,特别心境了 记得一百多年前,医学还没有这么发达后 他就开始往外学了,埃及了,罗马了,甚至中国这些特别自然的治疗方式 就是,诶,古代是怎么样去治病的啊 他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啊 所以他有一天在诊所里面呢,有一个工作人员呢 他也是个黑云人的打扫尾声的老先生 他,这个老先生呢,是耳聋 所以这个医生呢,有一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啊 还没有下班就叫这个打扫尾声的工人 叫他好几次,他听不到,人家就叫他 所以,Dr. Palmer就走过去说 先生啊,你这个耳聋是多长时间呢 当然不是用语言呢,是用字写下来 问他到底他一针耳聋多长呢 原来这个打扫尾声的工人呢 从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跌倒,撞到头 之后就听不见了 他就帮他检查啊,他的颈二错位 所以他当然要争取这个病人的容许呢 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来做个检查,做个治疗 好了,他把颈二挑回去的时候 这是非常神奇的 他就马上能听见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从1895年开始呢 脊椎骨神经医生就在美国创立 就一年,十年,一百年的转变到 现在我们比较新进的脊椎骨神经医生 我本人觉得呢,如果西医啊,中医啊,针灸 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 可是疼痛 第一,我觉得先看一下 脊椎有没有错位啊,做个检查 如果脊椎医生检查出来 嗯,神经医生还好哦 脊椎没问题哦 你再去看西医或是针灸不辞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要的是先做定期检查 什么意思啊?定期检查 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有牙齿啊,都有吃饭啊 我们懂得每半年,其实你还没到 牙医都会通知你咯 半年没见到你咯,该来做洗洗牙咯,做个检查 可是我又不痛啊 可是我们已经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牙齿 半年去洗一次,去检查一次 那同样的,我们的脊椎比牙齿还要重要 可是你们却忽略这半年定期去检查的习惯 所以第一,痛不痛,都要去看你的脊椎骨医生 做检查看看,诶,我这半年来,我的脊椎有没有问题啊 趁它还不是问题,之前做个检查 是最好的一个,insurance that would be the best insurance for you 能保护你的脊椎 我呢,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病例 我呢,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病例 那个大厨就说,嗯,这样吧,我带你去看我的中医 他去看了中医,那时候来看我之前 也,我看了好几次了 中医就帮他做推拿咯,还有帮他做针灸咯 看了这段时间,美好,反而更痛 最后,经过一个朋友介绍,他就来看我 然后我帮他做检查,查出,他是腰椎盘突出 还好,不是很严重 腰椎盘,凹出,压迫 然后,左股神经线有分四级 一二三四,他是在一级半 所以经过挑证之后 他就能站起来,也能走路 现在能回去做工 所以,脊椎柱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我们呢,就这么一个 烧到他之后 他不像你的手指 也不像你的头发断了,破了 不会再伸回来 所以,我,庄井正 今天呢,是想鼓励大家 如果这阶段里面 没有学了别的 记住,劝要你记住 就是半年定期做个检查 在没生问题之前 就把他吃的,也得把他解决掉 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